有一个女同修她梦见有四个人排队跟她要小房子 同修分别跟前两个人说了四十九张二十一张 然后两个联系走了 到了第三个人的时候她说 第三个人说我不要小房子我要带你走 女同修醒来后给了第三个药金子取了两百张 请问这两百张够吗 差不多 她像她的这样的梦境 如果她不念小房子的话 多长时间内会应验 就是说这个药金者想带她走 半年 半年就开始身体积聚下降 身体什么地方都不好不舒服 听懂了吗 好的 没办法的 你欠人家的能不还不了 得还 好了 她今年是三十三岁 之前她梦里边梦到有人跟她说四十三岁有光节 但是在最近的梦里边有人跟她说 她心里想四十三岁的关节还得十年呢 但有人回答说你刚学佛不懂 四十三岁的关节不一定要在四十三岁爆发 对呀 请问这个梦见 这个就真的呀 我问你呀 说你有一个难 可以提早不了 可以 举个简单例子 单位里给你一个难 领导要裁一批人 本来说明年才裁员的 今年突然之间有 有什么问题了 突然之间提早裁员 可以不了 可以 好了 明白吗 明白 那她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个关节爆发呢 是比如说她有什么 你本来上辈子这个应该是在四十三岁的时候做了件坏事 有这么个节要爆的 但是你呢 在今生呢 你三十几岁又做很多坏事了 那么你四十三岁的这个节就提早爆呀 哦 明白了 明白 那跟她那个念佛有没有念礼佛有没有原因呢 她念少于五遍 念礼佛要念得诚恳呀 念得诚恳菩萨帮你消夜 念得不诚恳嘛 学夜消不掉呀 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念礼佛激活 要看的 念得不多的话 根本不会激活的 本身就有 本身就有灾的 哦 哦 明白了 好的 感谢师傅